現在在浮蓉火車站 今天主要是預計要去前往一個距離浮蓉火車站 大概十分鐘車程的馬岡漁港 今天也會透過影片的方式 把一整天的體驗過程記錄下來 那在看影片之前呢 請先幫我訂閱按讚跟分享每一個喜歡旅行的朋友 那我們現在去跟主辦方會合杯 嗨 剛剛一出浮蓉車站 就遇到了工作人員的專車 搭了大概不到十五分鐘吧 然後就抵達了這個浮蓉市民中心 等等就要開始今天的體驗了 在剛剛那個集合的地方 離開了之後呢 現在我要慢慢的走到 這個百年古厝 就可以抵達今天第一個集合的地方 第一階段 先塗了一個夕陽橘的底色 還在思考雨要用什麼顏色化 想一下 剛剛周圓完成了我第一個漁板的創作 你看我的手都是所有的顏料 剛剛其實有聽工作人員介紹 就是為什麼版的創作上面是以漁的為概念 的原因是因為馬岡漁港這裡有一個 蠻著名的觀光活動叫做基調 所以他們把基調會釣上來的一些漁種 當成他們的藝術創作的靈感 放在那個木板上去做漁板拖印 來創造一些地方創生的藝術品 這個是我盡量把我腦袋中 身當中的漁的樣子畫下來 聽說夏天的時候會做相關的展覽 所以如果你有看到這個畫作的話 記得來跟他拍照 那等等我們完成這個創作之後呢 我們就要往下一個體驗的項目去體驗 好 謝謝啦 你看阿嬤有感覺嗎 阿嬤你等一下要從哪裡去看 水仔林看要吃還是要平海間而已 這裡沒有在這裡 都是看海 看海 你要從哪裡去看海 水仔林 剛剛簡單的跟蒙奇阿嬤聊了一下天 現在我們要隨著阿嬤的腳步 然後進入到那個海邊 去找生蚵跟一些石花 然後做一些菜籍 體驗一下就是當地的海女的生活 那我們就跟這阿嬤的腳步走吧 阿嬤那個很緊張喔 阿嬤你沒有帶空去 我的背包裡面有啊 阿嬤的直接衝一下就不會死 我旁邊這裡呢 據剛剛工作人員說明是以前種植九孔的燃燒秀石 現在已經荒廢了 所以我們才可以走在他旁邊 然後去欣賞他目前的樣子 其實大家剛剛都是從那裡 走那一個旁邊的石頭 進到前方的位置 但對我來講 那個真的有點太高了 所以就到了一點遠路 現在呢就要很辛苦的 慢慢的走過去跟他們會合 希望阿嬤的石花不要剪太快 還可以讓我拍一點 它有點刺刺的 媽媽要吃飯 媽媽要吃飯 嘗嘗 媽媽要吃飯 媽媽要吃飯 是嗎 這是美食 這是美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海灘附近的九拱的養殖廠 后面这个呢 是这一次的马刚艺术坊的工作人员 所搭建的工作坊的小房子 来到这里主要的目的是 要帮助这片沙滩进行基础的浸滩 目前计划收集塑胶皮玻璃皮 然后木材跟一个 就是渔网上面会有一个把手的那种海贝垃圾 那现在就准备出发 去捡垃圾咯 捡垃圾之前 后面有点美 后面有点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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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